骨頭跟肉 哈囉大家好 我是Tomo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道料理叫做 七彈羊 七彈羊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就是日本最受歡迎的 然後今天比較特別是 看起來比較華麗 比較高級感想 好 那就開始做囉 那就先把 骨頭跟肉分開 骨頭 附近就是用剪刀剪它的筋 差不多 筋剪掉之後就是用 手指手推 下面的肉就是這樣子 翻過來 就是看起來比較像 一朵花這樣子 今天是醃在醬汁裡面 今天用嫩醬跟大蒜 還有醬油 禮酒來做這樣子 好 然後差不多這樣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然後接下來開始炸 先把油加熱 那這個時候就是可以做 外面的皮 玉米粉 差不多兩大匙 力氣麵粉 也是兩大匙 然後把稀肉 沾麵粉 好 看一下這是油的溫度 差不多一百六十到七十度 好 差不多炸的時間 是三分到五分鐘 西藏漾這個東西 在裡面真的很受歡迎 而且每一家的味道也不一樣 好 差不多 好 然後這樣放旁邊 今天就是比較可愛一點的白板 今天就是比較可愛一點的白板 所以就是用了掃描 還有彩色的彩膠 這樣就完成了 西藏漾 好香喔 哈囉各位LTV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二婆婆 那我今天想要介紹一道 熱量恆流三明治 那現在就先為大家介紹 今天要用的三種材料 一個就是 南山選手的吐司 然後再來是 麻雀拉 跟切他起司 然後還有一個白色的起司 就是三種起來會 比較有層次 然後準備是那種 會融化的那種起司 然後再來就是 奶油 跟橄欖油 那首先就是 把吐司呢 先抹上一些奶油 再來就是把橄欖油 先倒一些的鍋子裡面 然後把 禿佑奶油的這一面 先朝下 先去煎它 那可以稍微偷看一下 像這樣 有點金黃色 就可以 那你就稍微再翻面 讓它再稍微熱一下 這樣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把 三種起司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上去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再為大家介紹一個 電影裡面沒有的秘密武器 花生醬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把花生醬 加到吐司上面 已經有點融化的起司 把它夾在中間 然後呢 就把兩片起司 合在一起 然後合在一起之後呢 你以為這樣就沒有了嗎 No 還要再抹一點奶油 讓它去煎 這個美食就是 有限制一些 可能要打一下警語 因為它真的就是 熱量應該會很高 所以就是 希望你平常是有在運動的人 才建議吃這一道料 那吐司裡面的起司 已經緩緩的流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這時候就差不多好了 因為再煎下去可能 就會有點太焦 差不多這種金黃的色澤 是最有的 好 那其實就可以關火了 好 那我們就把 這個起司先起 把它從中間這樣子切 切開 好 今天這一道熱量 橫流三明治就完成了